对这个政治变革呀 政治变革的机制 其实往往是很多的话 是老化新说那么会 但是为什么老化在老的时候 没有发生变革 就是刚才我讲到 这个要对它的政治社会的背景 要做一个分析 就是那些可能当大的社会力量 不准备投入到一场政治变革 或者政治博弈 政治冲突中的时候呢 其实知识分子说话 只是在自说自话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来讲讲就是说 如何从18届三中全会和18届四中全会 那样一种啊 开明甚至有希望的一个执政的一个路径 演变成最终这样一个啊 今天这样一种情形 很多人不解啊 所以说你那你今天能不能把这个问题 给大家做一做解读 对其实我想今天主要解读一下习近平执政时候的政治体制的选择问题 那这个政治体制呢 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执政的领袖和执政集团 还有执政党还有国家社会还有公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呢现在民主的体制中间呢 这个执政的领袖是由老百姓选择的执政党也由老百姓选择的 不同的政党之间是有竞争的执政党不能消灭在野党 那么在一个专制独裁的一个极权的体制中呢 领袖是凌驾于执政集团之上的 而执政集团呢通过党掌控国家通过国家控制社会 进而对每个公民呢进行全面的控制 这是极权体制 那么在习近平上台之初的时候呢 大家对他抱以期望就是从两个文件上 觉得习近平呢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现代的社会的治理体制 这个治理体制当然说它现在好 其实还是在很大途上也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 我们后面可以做个分析 但是毕竟呢他提出这个蓝图呢 还是对很多习惯了专制政体的中国人呢 觉得带来了一个希望 那么甚至有人觉得他在这个体中呢 将来不排斥他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的制度 在他交权的时候他会建立这样一个制度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呢 习近平在最近在执政七年以来 他走过的路径实际上并没有像人民预期的那样 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 而是呢走向了独裁和集权的体制 那么这个独裁的体制和集权体制呢 我们分析实际上是跟它执政之初 它用两个主要文件所表现出来的 这执政理念中的政治体制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可以分析的 当然一个呢我们可以探讨习近平的这个体制选择的蜕变之路是怎么发生的 我要给它归结为三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呢 他采取独裁的方式实际上是为了这个权益之计 他是为了权益之计呢是为了这个解决腐败问题 然后呢解决腐败问题他觉得才能够去有效的建立起他心中的这种政治体制和良好的社会 但是他这个权益之计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蜕变 因为一旦他建立了独裁之后 他个人的独裁和个人的政治上的这种独裁地位的安全就成了他最大的考量 这样就是手段呢逐渐就变成了目的 那么第二呢就是在第二个阶段时候呢 就是当这个在执政党内他建立起个人的绝对独裁地位之后 他需要就是这个进一步地去控制社会 因为实际上呢在这个如果这个他的反对者还掌管着社会资源 那么能够继续对他进行反抗 我们后面可以分析这种反抗怎么发生的 那么为了粉碎这些反抗 他又让执政的这个机器呢全面控制社会通过这个 那么就实现了我在讲说他的全国性党的这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他控制全党跟着全党信息 第二个过程呢是为了全国性党 那么完成这个之后实际上他就建立了一个极权体制 第三步呢就是他在这个独裁也罢极权也罢 最后要变成他的最终选择的一个政治体制 就背离了他的执政的初衷 那么其实政治家在争取当政的时候和当政之后呢 会有不同的这种施政方针 这个是一个普遍规律 我们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也可以看到 像在美国一个总统在竞选的时候 他会开出很多的竞选口号 但是一旦当政时候呢 他会对他的口号进行修正 很多人认为呢 他当时竞选的口号实际上是为了笼络人心 但其实呢这个情况比这个要复杂一些 是因为这些人在当选之前的时候 他们没有执过政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并不了解一些全面的信息 一旦执政之后 他接到了很多的更全面信息之后 他必须要放弃一部分竞选口号 因为这样做可能不符合他所领导的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举例子就是说像克林顿总统 在92年91年竞选的时候 他当时提出了 他不跟从北京到巴格达的筷子手握手 但是他当选之后呢 他不但要跟江泽民握手 在93年11月西雅图会上跟江泽民握手 而且他还在他的任期内完成了 就是中美关系全面的这种正常化 战略伙伴关系 对 那么而且呢 这是在中国人权在进一步恶化情况下 他做这件事他完全背离 那是因为呢 当他当选之后 他们这个白宫的人说 人家给他了一份清单 就是美国在什么什么问题上 离不开中国的国际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他知道 他为了美国的一些战略利益 他必须要调整自己在竞选中 为了这个争取选民支持的道德口号 所以一般来讲 当选总统在第二个任期内竞选的时候 在竞选第二任期他们都很谨慎 一般空头制标开的比较少 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 那么专制不一样 专制体制中的这种政治领导人呢 有时候当他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他会采取独裁的方式去推进他的想法 这个独裁本来是作为手段提出来的 但是因为他建立独裁体制之后呢 他就变得不安全 他把这个党执政机器内的很多人 很多派系都变成了他的政敌 由这样的话 他的个人安全和独裁地位的安全 就成了首要的考虑 他要活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体制就会 独裁就会越走越极端 其实呢 我觉得习近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采取独裁的方式去 这个想作为暂时的手段 权益之际去解决他的施政理念 去实现的施政理念 克服一些障碍的过程中 结果呢 他的独裁的手段 战时的手段变成了 他的最高的执政利益 而且进而呢 这个独裁的手段 可能要最后演变为 他在下台时候呢 到他或者寿终正寝时候呢 或者他被推翻的时候 就是他选择的政治体制 非常有意思啊 但是有一个东西呢 我觉得我不理解的是什么呢 你用西方的政客的例子 西方的政客和东方的这个政治们 政治家们的这个 或者叫东方政客们的这个不同事啊 他不用对选民去负责 但是呢 他也对 等于是他也有这种啊 所谓的选民的一种许诺 那么用你的话说就是 七年前他有一个初心啊 那么你能解读 为什么七年前他有一个初心 然后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啊 要宣称啊 要搞市场经济方向的一个经济改革 然后呢 十八届四中全会呢 又来一个啊 依法治国的这样一个 治国理政的这么一个思路 啊 确确实实 就我那些学法学家的朋友啊 他对习近平从来没有好言好语 但是看到了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 那个会议上发布那个公报之后呢 他也觉得习近平要大变 所以说呢 这个这些东西呢 可不可以认为就是习近平七年前的初心 对 其实习近平的七年执政 就是背叛初心的一个堕落过程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呀 习近平的初心是什么 是怎么提出来的 这可能我们要从共产党执政以后的 这个路径来看 我们知道呢 共产党人在建立共产党和夺取国家政权的时候 他们还是跟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样 最初他们是有一个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理念 那么这个理念其实就是个极权社会 但是领袖的独裁 这个不是共产党最初的理念 那么但是在这个残酷的这种斗争中间呢 就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中 都形成了独裁的体制 这就是当时最初的独裁 是为了政治斗争的生死从亡斗争 需要选择的这么一种战时的领导体制 但是到了最后都变成了一个这个终生的这么一个独裁的这样一个体制 但是这个体制呢实际上带来了给人类带来很多灾难 给他所在国也带来很多灾难 像中国就是这样 到毛泽东执政后期的时候呢 那我们知道呢 先说是当时大饥荒让中国死了几千万 国大命又冲击了上亿人 这都是共产党自己的数字说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体制已经破产了 邓小平我觉得他这个在继位的时候 开始接管中共的大卫和掌舵的时候 他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共产党不能什么都管 国家不能什么都管 其实邓小平是正宫出身 这个人呢他是一辈子在搞正宫 但是从他自己的经验教训人指导 如果把经济问题科技问题 还有国家治理一些本来属于文官 应该管理的问题交给党政官员感 他一定是瞎指挥 那时候词叫瞎指挥 那么所以他呢 这个在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时候 他是想限制党政干部 在国家治理中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么在这时候他就选择的就是说 这个叫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 赵紫阳先生呢 是把他在落实到具体执政的 这种措施和操作方案中呢 就把他归结为小政府大社会 实际上这些小赵紫阳先生这个理念呢 你可以是在习近平的 就是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那个叫全面深化改革中 看到这样的一个影子 那么但是邓小平呢 在政治体制上他不是 他当时呢 并不想对政治体制进行改动 而相反呢 他当时讲说 一方面呢 要给老百姓自由度 让这个社会有活力 去发展经济 另一方面呢 又要用强化党国的 这样一些职责 维稳的职责 那么就是压制社会的经济 和市场中的活力 产生出来的这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活力 要保持一个政治稳定 这样的话 邓小平实际上在他的这个中 一直在这样一个矛盾中 尽管后来在江泽民 胡锦涛那个地方 形成了一套这种体制 但是呢 由于呢 他是以发展为核心目标 那么在制度上采取权益之计 来维稳 这样就导致了一个 就权力的集中呢 就导致了很腐败 而这种腐败实际上指着整个的治理 绩细到了这个 胡锦涛把权力交给习近平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 就是按照孙立平先生的说法 已经这个整个的制度已经溃烂了 那这个溃烂一说潜规则盛行 那吴斯先生写过一本潜规则 潜规则已经在各个方面替代了明的规则 我觉得习近平实际上执政之处呢 他的两个百年梦那是一个空的东西 当然他在心中可能他看得很重要 但那个东西比较空 在制度界上他没有回答选择什么制度 另一方面他还有呢 一个叫做五位一体的什么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这个呢也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原则 和他看到的问题 他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他并没有解决他要用什么制度 他理想中制度什么 我觉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和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的依法治国这两个决议中 他提出了就是他心中的这种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 和两个百年梦中的中国的制度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可以看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 就是要让市场去发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在重建市场的主体的时候 要建立市场主体 他也说要保护产权 那么而且要反对就是这种对产权的这种侵害 但是在产权上呢 他还强调了国有经济的主体 特别在强调继续支持和扶植私营企业 取消对私营企业的这个民间企业的种 这个各种歧视的时候呢 制度性和政策性歧视 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时候 他也强调要发展混合经济 那就是后来的公私合营 但是毕竟呢 他说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这个意思就是说 政府不是配置资源的重要的 不要在这里面起决定性作用 党更不能够在资源的配置和运作中起作用 那你看到这点就可以看出来呢 这里面有一个是小政府和大社会 你可以说这个政府很硬 但是呢这个政府它管的事情并不多 就是像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 都应该是市场配置资源的 这个决定性作用的应有之意 就是党和政府不应该在市场之上去干预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 依法治国呢 其实它中间也立地拉说了很多共产党的官话 但是核心的意思是说 共产党治理社会和管理社会一定要规范化 也就是说你采取什么方式管理 还有你被管理的主体 比如市场 比如老百姓 比如在文化建设中 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 也要得到保证 那么他中间还有什么决策 什么科学化 中间有专家评议啊等等 你看他整个的过程 其实也有80年代像万里先生当年讨论 决策科学化 还有赵紫阳和胡耀邦先生 他们讨论一些问题中的这些影子 那就是说习近平其实在接班之初时候呢 他心里是有这样的一个理想中的这么一个模式 假如说这两个决议在他心中认真的 我觉得当时他成立了一些小组啊 他是想认真的 但是呢 他看到了对实现这样的建立这两个制度 最大的障碍就来自于当时的 这个他接班时候那个干部队伍和制度的这种 溃烂和糜烂的状况 在这种下呢 他觉得呢要通过反对腐败 把先首先把干部制度 把干部的队伍整顿好 那把国家机器整顿好 他才能够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当然呢 我们现在在海外知道 反腐呢 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路径 那么简单的说呢 就是有两种两大类 这个仔细说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一个呢 就是在法治和宪政和的 这样一个制度下反腐 这个反腐呢主要是要靠受腐败侵害的利益群体 他们通过行使公民的自由权利 通过独立的司法 通过媒体的这样一些方式 像美国在这二十世纪初的八分运动 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 去解决腐败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领袖的个人和执政党呢 会有一些作性 当时的Jackson总统是起了很大作用 那么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的权力也受到限制 他们本身的腐败也受到限制 而且在西方的政策中 一直说腐败的最大问题 就是滥用权力 这个滥用权力 不光是谋取金钱和权钱交易 而且就是把自己的意志 去侵害他人的权益 这就是腐败 那么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 其实建立一个法治的 这么一个社会的话 本来呢 就是要限制各个人的权利 你只能就依法去行使权利 这个本来也是习近平 他的依法治国决议的 这么一个内容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要是要 我是想一个什么样的体制 像习近平的这个心目中的体制呢 说他是民主体制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他没有选举 他说他是宪政体制也不对 因为他中间没有讲到 比如像这个完整的承认司法的独立 像我们知道宪政体制中的 像对政府包括领导人违审扎 还有像两党竞争这些 他都没有对公民权利这种绝对的保障 自由保障他也没有 他很像是那个大秦帝国 因为实际上习近平也罢 王岐山也罢 应该说他们的很多思想的形成 就在大秦帝国的发源地 那个地方他们形成的 很像是那个大秦帝国这样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当然在现代的就很像是法提斯的 就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法西斯的体制 要有一个连接有效的政府 在社会之上对这个去保证一些秩序 那么一些公正的和有效的这种秩序 那么去发展经济 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各种服役的发展 这是习近平 但是他做这个方式他选择的反腐 不是采取了一个就是民主社会中的反腐方式 因为他没想建立现代的宪政民主体制 他采取的就是传统的极权和专制体制的反腐方式 这个方式就是用到极致 就是中国古代的东厂特务的方式 也就是用秘密的建立一套秘密的这种警察式的 或者秘密特务的这种制度 把人说鞠就鞠 所以当时王岐山说过要产生震慑作用 震慑作用就你知道我们讲说 依法治国是所有事情是可以预期的 震慑作用就让他感到不可预期 灾难说降他脑袋就降他脑袋 要产生这种恐惧感 那么这样的话用东厂特务方式反腐 就使得习近平 而且他因为知道整个的腐败已经烂倒了 跟政治局的常委委员都有千丝万里联系的时候 他就想建立起把个人凌驾于这个党之上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觉得习近平做的第一个选择就是 要通过个人独裁 然后采取东厂特务的方式进行反腐 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实现了一个全党姓习的个人独裁抵制 这个个人独裁抵制实际上就从 法治建设的角度来说呢 他就成了超越法治之上的 就口含天线叫雷霆雨露军事军恩 这样的这么一个体制 这种我们知道个人独裁体制带有很大的任意性 它是和法治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呢 以反腐想克服 当时他建立自己的制度呢 走向蜕变的第一步 就是他要建立一个独裁体制 采取特务的方式去反腐 那么把自己凌驾于了党和国家之上 凌驾于了制度建设之上 他作为一个创制人 他要他很像一个就是上帝 他要创造一切 这样的话就使得呢 他的第一步就完成了 就是当他完成全党姓习 建立个人独裁地位的时候呢 比如他是从什么呢 习核心开始走向了这个叫不得妄议中央 再走向这个定于一尊 一直到最后说废除 临最高元首的这种任期制 彻底建立了一个个人独裁体制 在政治学上呢 是个人独裁体制 他表面上是结束了九龙治水 实际上的同时就结束了 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的 那个依法治国的决议中的 基本的理念 他给结束了 我觉得这是他的第一步 这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